镜头下的防疫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台北市民以诙谐幽默的手法 透过影片诉说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故事 宣导戴上口罩与防疫的重要性 这是公用频道影像征选的第一名暗像影音 日前在颁奖典礼上展示成果 在我们防疫期间现在疫情很严重 然后在防疫期间 也很感谢现在的我们图办单位提供这个平台 让我们创作者能够有这个发挥的舞台 也借由这个影片 就是提上大家要注意平时的防疫措施 要戴好口罩 然后请洗手 然后保持社交距离 也借由这个影片可以让在这个频道播出 也可以提供大家有一个景气 台北市公用频道经过四个月的影像目击 收到130多件作品 特别增设的主题奖 镜头下的防疫生活 也收到60多件作品 感受市民朋友对于影视创作的热情 恭喜我们这一次参加竞赛得奖的伙伴 那这一次呢 我们在整个争选活动里面 经过很激烈的评选之后呢 选出了首讲 佳作 还有入围 那么呢 因为结果之后呢 我就有机会 看过所有这些短片 真的很精彩啊 我们视频朋友拍了有惊悚片 然后也有喜剧 然后也有纪录片 然后有MV 那都是跟防疫主题相关的 表示我们市民朋友 真的有很大的创意 需要一个管道来播放 所以我就特别要讲说 各位其实最佳的一个播音管道 跟表现自己的能力的地方 就是我们第三频道 影像争选颁奖典礼 日前在新一区 相提大道举行 吸引不少民众参加 现场还有行动摄影棚 让民众体验当主播乐趣 从中开启媒体创作兴趣 也更加认识这个属于台北市民的频道 落实媒体金融权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